今天想来给大家介绍欧洲比较受欢迎的一个移民国家 西班牙 像西班牙有两种比较受欢迎的移民方式 一种是非盈利居留 非盈利居留就是投资比较少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像投资葡萄牙一样的买房移民 在西班牙投资50万欧的房产就可以获得西班牙的长居 这两种居留方式各有利弊 我接下来呢给大家就是详细的介绍一下 最后呢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先来做一下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国家介绍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西班牙这个国家 我最早知道西班牙这个国家是因为小时候读那个三毛 三毛和和西的这个故事 因为它的很多的浪漫的故事呢 都发生在西班牙的一个群岛叫加纳利群岛 所以呢我就很早就知道西班牙这个国家感觉比较浪漫 啊这个连归正转 然后西班牙处在欧洲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是整个欧洲 它在这里上一期我们讲的葡萄牙在这个细长的 这个黄色的一个大块就是西班牙 西班牙在欧洲呢也算比较大的一个国家 因为欧洲很多的小国嘛 那它有五十万平方公里呀 然后人口有四千五百万呀 然后这边是也是一个带领的国家叫法国 德国 然后这西班牙看一下这里的位置 西班牙 然后西班牙呢在欧洲呢也是属于一个 高度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同时呢它属于欧盟成员国呀 也属于这个深耕国呀 所以都很方便啊 也是它受欢迎 也是它移民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啊 啊 接下来呢给大家展示几个在维基百科上 啊 数据 大家可以自行比较一下 第一个数据呢就是西班牙的这个 有富裕程度的反映西班牙人民的富裕程度的 就是国民人均啊 国民人均收入 他的国民人均收入是三万美金 接近三万美金一年 然后中国是啊 一万美金一年 然后他们的差距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呢就是和平指数 西班牙的这个和平指数呢 在在这个世界上排名是第30名 大家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国家 嗯 USB 为什么 . Meghan